Hi,我是Key AP化学对于未来小学习医科康复或者是工程类学生含金量非常高的AP科目 当然它的难度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建议学生最早从10年级才开始学 那么AP化学从学习内容上来讲 坦白讲需要大量的需要记忆的东西 比如说元素周期表以及各种复杂的反应式 甚至包括通过阅读大量的反复的文字表达 来快速且准确的确认使用哪一个方程式来解题 AP化学涉及大量的代数以及数据分析的能力 同时在具有这能力基础之上 回答问题尤其是FRQ的部分 能够准确的以有逻辑的方式把它显现出来 当然难度大的同时含金量也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很多医学生的梦想 美国Johns Hopkins学校 他会规定说如果AP化学的考试得到4分或5分 那么可以换取该校大一的CAM101或实验105的4个学分 那么我们APchemistry的老师也是资深的AP老师 同时也是collegeboard的APchemistry判决人 能以最专业的角度来教授 以及解释每一个单元的知识点 同时能够最精确的帮助学生 把已经理解的知识点准确踩到答分点上 来进行答题获得5分 当然由于AP化学的难度比较大 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获得AP化学5分的准确率要求也相对较低 只要学生能达到72%的准确率 就是5分选手了 请按赞订阅